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进入到嵌入式C元高级部分的第四个内容 C元函数的使用 那么本节内容呢 我们将围绕函数的三大要素 就是函数名 输入参数返回值 来给大家进行相应的分析 那么通过分析呢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总结一套 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输入参数中呢 有直传递和地址传递 那我什么时候该用 或者说换句话来说 当我看到别人的函数声明 是用一个地址传递 那么它是不是给我们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们要把这样的信息能够把它揪出来 那么这样呢 以后呢 我们在看实际的工程代码的时候呢 可能效率会更高 而不是在于把整个函数体全部看完 所以说对于这个部分内容呢 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多去总结一下 在什么场景下使用什么样的技术 好 那么这是我们关于函数这节的提出的一个要求 那么我们先看我们的第一个概念 也是函数的一个基本概念 那么我们说什么是函数呢 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一下 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代码 就是我们的代码 只是把这样的代码怎么的 我们把它集合化了 把它集合化了 那为什么要集合化呢 那么第一个其实我们就是为了什么 复用化 什么叫复用化呢 我们来看 那么比如说在我们实际开发中呢 我们可能有这样一个需求 比如我两个同学设计的程序是这样的 第一个程序呢 是这样的 他说我自己有一套椭圆形的代码 然后呢 有一段可能大家都要用的圆圈代码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呢 也设计了一段一个什么 一个程序啊 这个程序呢 他本身有一个矩形的代码 就是他自己设计的啊 同时呢 他可能也要用到什么 这个圆圈的代码 所以说呢 他就这样设计两个程序 那很显然这两个程序 如果合在一起进行编译 或者合在一起进行最后的发布的话 那很显然这个程序有一个圆圈 这个程序也有一个圆圈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圆圈相当于有了两份 有了两份 那很显然这样的话 我们最终的可执行程序 是不是有点那个什么 冗余度很高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有个办法 怎么的 那这个程序啊 这个圆圈不要有圆圈 这个程序也不要有圆圈 我把这个圆圈怎么的 分离出去 你要用的时候呢 你要用的时候呢 我就怎么的 你就跳过去 然后用完呢 你再回来 对不对 他也是一样 你呢也去用 用完之后呢 你也别忘了回来就行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就把这个圆圈呢 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一个什么 公用函数 或者大家都可以用的一个代码 那么这样的代码呢 我们又给它起个名字叫什么呢 叫函数 为什么叫函数呢 为什么不打叫集合呢 或者是叫做代码集 对不对 那么原因就是它跟代码集最典型的区别 就是这个两根线 就这个圆圈啊 其实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只是一个简单的代码 只是个简单的代码 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是有一个输入 有一个输出的感觉 就是有这种什么 乘上起下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函数 这个函数 好了 所以说函数呢 其实主要目的是附庸化 然后呢 只是它在我们代码的基础之上呢 又增加了什么 输入和输出的感觉 那么当然加入输入和输出过后 你会发现啊 那么在我们设计这样的一个圆圈的时候 它的技巧就非常多 或者说我们由于设计的不合理 可能会导致整个这个工程会非常混乱 如果设计很合理 你会发现你用起来啊 就越用越顺 越用越顺 好 那么这是我们关于这个函数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附庸化 那么当然我们先看我们的第一个 既然附庸化呢 也说 当然我们还有个问题 这个东西在哪儿 对不对 或者去哪儿找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又要看到一个新的概念 首先这个圆圈多大 它是不是我们普通的什么int 或者chr 或者是我们的什么结构体等等 或者数组 是不是呢 我们说不是 但是呢 这个呢 也可以认为是不是个连续的内存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个内存 所以这样的内存 我们怎么描述它呢 原来我们也理解过 C元其实啊 它访问的资源非常的单一 就是内存类型资源 而内存类型资源的访问 我们说它其实分了几种访问 第一种 变量名访问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chrA 我们定义chrA 那么我要想访问这段内存 是不是只需要知道A这个变量名就可以访问 对不对 那也说通过变量名访问 然后有个人说我们还学过数组 对不对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chrBuffer 10个 那么我们就认为什么 我们是不是就认为这个Buffer的吗 是不是有10个这么大 然后用什么来访问 是不是用数组名这个标签来访问 实际上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长量 这个是不是 所以说呢 也说这个空间是一个什么连续空间 而这个空间是不是也是连续空间 所以说我们对于代码集合的访问 其实我们也是通过什么 通过标签去访问 只是在这个标签呢 跟我们数组的标签不一致了 这个标签我们把它起个名字叫什么 叫函数名 那为什么跟数组不一样呢 所以说函数名 函数跟数组我们都可以认为是什么 连续空间的一个什么代名词 那为什么函 为什么我们这个标签不用数组名呢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这样啊 大家看 函数有什么 函数或者是什么 跟数组的一个区别啊 它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连续空间啊 但唯一的区别是什么 函数具备三腰数 这是要注意的 那说到具备三腰数这点 我还要再提一点啊 比如我之前我们讲紫神 我们说过你不能平白无故 光写个这个心屁 你又告诉编辑这是个底指针 是不是 你必须满足指针定义的二腰数啊 就是说心告诉你这是个指针 但是还没完 为什么 因为心前面说还要告诉他 怎么读内存的方式 这样我们才认为指针两腰数 都什么满足了 对不对 好 同样的函数也是一样 数组呢 不具备函数的三腰数 数组只具备什么 大小 数组只具备大小 对不对 或者说 那个你定义了多少个 多少个这样类型的空间 是不是 比如说举个例子 英特A100 那么我当时我们也说过 100个只要有英特这么大小的空间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说你看 它的属性跟普通内存很像 但是函数的三腰数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要把它记住啊 当然这也非常简单 第一个就是函数名 函数名 那么一会我们单独来讲 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标签啊 标签 也就是我们的地址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可以干脆去这个地方记住 它就是个地址 就是个地址 第二个没完 因为我们说光有一个地址 只是标识了什么 这个函数的一个什么 一个入口 对不对 当然我们这个函数非常特殊 它有什么输入参数和什么 返回值 所以说你说 我能不能这样写 比如FUN 我就认为是一个函数 行不行 不行 因为你并没有满足 色语言编辑器告诉我们的三要素 也说色语言编辑器 必须知道FUN的三个要素过后 才能认为FUN是个什么 是个函数 所以说在我们的什么 在定义函数时 什么的 必须将什么 三要素 告知什么 编辑器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标签 才能叫做函数标签 才能称为函数标签 那么这个函数的标签 在我们的输入和输入 返回值定义 它的语法非常简单 输入参数 由我们的什么 小括号来 来把握 小括号里面 去写什么 输入类型 那很多 你可以每个类型 你可以加什么 多号 分隔出来 那么当然这个类型的顺序 是严格要求的 你的顺序的不同 就会导致什么 传递的效果不同 然后返回值呢 是在我们函数的什么 名称的左边 然后你利用什么 也是函数的 类型的一个返回关键字 然后 然后那个 最后 加分号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认为 告诉C元编辑 F1这个标签 它知道是什么了 当然具体实现呢 跟我们讲麦函数一样 你需要什么的 需要什么 需要加这个大括号 然后在大括号里头 实现具体的什么 代码 具体的代码 好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关于 函数的一个最最基本的概念 函数三要素 跟子真的二要素 跟普通变量的一要素 就大小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在不断的 对这些内存空间的 一些什么 属性进行处理 好 那所以说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概念 那么有了三要素过后 那么我们先看函数名 函数名既然是标签 既然是标签 保存他啊 那么为什么要保存呢 那很显然就说 呃 要挨这个标签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或者说这个标签 呃 我们并没有找到他啊 就是或者他标签 可能是你是访问不到的啊 那但是我用地址的方式 能访问到不呢 有点像我们宿主啊 有的时候宿主呢 不能变啊 但是地址呢 我是不是可以变啊 我一会指这个一会指那一会指那一样的 那么对于我们函数 可不可以让一个地址 一会指那一会指那呢 也是一样啊 所以我们先看我们的第二组概念 那么如何用指针啊 也指针保存函数呢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 那么之前我们讲指针的时候呢 我们最简单的指针 其实就这样写恰心P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哦 原来P啊 是个地址 地址里头怎么存内存的 哦 一个一个来图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啊 那函数能不能一个一个来读呢 我们说函数很特殊的啊 因为它只要满足三要素过后 是不是才能叫函数 对不对 所以说指针指向类型中 是不是我们也需要告诉 这个指针读内存的方法 是三要素方式来读 而不是普通的一要素来读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 那你要想读一块数组 我们是怎么读的 比如说我们想读十个字节的 恰二的数组 怎么读的 是不是这样定义的 恰心P 然后是不是十个 看到没有 哎我们是不是用这个方式来读的 对不对 因为把心P的外面 是不是是个宿主的声明 然后 来修饰这个心 对不对 好 那同样的道理啊 同样道理 那要想用指针保存函数名呢 我们说思路是一样的啊 怎么的 还是这样 你先把心P定义好 因为这个心P实际上 是不是就这个函数名的 这个函数 我们去修饰这个名字 对不对 所以它和它进行替换 然后呢 后面的写法 是不是就变成这样了 int 圆括号 然后什么 int int 抢 好 那这种写法呢 我们说 你怎么理解呢 你看 首先P先向我们的右边去读 右边去读 这时候括号出现 所以说 P首先升级为什么 第一个地址 对不对 升级为一个小地址 好 那地址一旦确定过后 P的属性 是不是就已经确定了 对不对 好 一旦确定过后 我们就千方百计的去找 是吧 心的外面 是怎么修饰这个地址的 好 那这时候还得怎么看 还得看变量怎么 还得向向右 因为右边的游先级最高 先看右 右边有圆括号 那圆括号 是不是就是我们函数的一个 是吧 一个标识符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马上理解到 哦 原来P里面读内存的方法 是按照函数三要数的方式来读 那怎么定义函数三要数呢 必须输入参数列表 返回值列表 好了 P这个地址出来没有 或者说P去读内存的方法 知道了吗 是不是就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认为P就保存了什么 保存了我们的什么 函数的地址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这样一个问题 好 这就是我们关于用指针来表示 函数的一个 一种方法 然后下面再看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的第三组 第三组就是 关于函数名称 我们需要注意的什么 就是定义函数和调用函数的区别 定义函数和调用函数 那么我们要注意 函数在定义的时候 有没有执行呢 没有 它只是一个进的过程 我们必须在慢函数 是不是PC只能指到那个标签 我们才能叫调用 对不对 好 所以说呢 最终来说呢 我们的办法是这样的 那比如说我这样定义了一个int 比如int a 好吧 然后我们p2b 主要是写 随便写一个 然后这里头我们随便写 无所谓的 然后 那我们真正要用 能不能这样写 不行 我们的用法是必须从我们的入口函数 mile函数中 去干什么呢 去实现一个什么f原的调用 当然这个f原调用中呢 输入参数是要跟的 一般来说输入参数 你这跟个什么 10跟个2就可以 那么这个主要的话 只要跟 就是a来接收这个输入参数 b来接收这个参数 你只要满足 他们能接收到就可以 接收到就可以 那有同学 这个 凭什么这个地方 c原能认为是在调用的 那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来看这个逻辑 之前我们先来举个例子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如果我定义一个数组 我们怎么定义 看这样定义的 chart buffer 100个对不对 好 我问你 如果我们 我们现在定义的时候 已经定义好buffer了 我要用 我还写不写chart buffer 比如说用第十个行为 用没有这样写 很显然不能这样写 我们应该怎么写 应该是这样写 对不对 这就buffer的第十个 就调用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c原编辑在看到这一行的时候 是buffer的属性 它已经知道 原来是100个数组 对不对 chart 那我后面再写buffer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按照数组方式去取了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一样 当我们int满足的输入和返回都定义过后 c原编辑器是不是知道f1标签是什么 哦 是个函数 好了 那这个时候再用标签加原括号 是不是就变成函数的什么 调用了 你看 是不是标签加方括号 就是地质空间的什么 那访问 这个加原括号 是不是就地质空间的函数 访问了 看没有 所以说啊 同为地质 但是由于访问符号的不同 是不是调用方式不同了 你看一直在说啊 标签其实就是个地质 就是个地质 32比特的数 但是由于我们 这个什么 这个访问方式的不同 是不是也会导致最终的结果不同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就是我们定义函数 和调用函数的一个典型区别 好